多伦多的成见 不知道B帖里是不是依然没有手机讯号 可能更差了 然后从物价方面真的是涨了不少 我觉得我走之前可能吃一碗越南粉 大概就是12、3块 现在得小20 还有一个就是出去吃饭 拿到了泡斯机以后 上面小费的default是16%,18%,20% 以前就是10%,12% 然后我记得以前还有个skip option 今天就要往下划了好久才发到skip的好比 然后还不好意思点 不好意思点 是的 然后再一个就是发现现在的族裔吧 比以前可能更多元化 我落地的时候 当时我就跟我朋友打电话 我说我是不是飞机被劫持到新德里了 是真的看到和以前的景观是不一样的 以前落地之后 在Belt传送在周边 很多都是华人或者是东亚的在拿行李 这次发现好多都是东南亚的 比如说印度裔啊 或者是越南裔啊 我觉得这方面是我这次回来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感受吧 特别是这两年就是人口的突然膨胀 会让我们各个层面 除了刚才说的这种物价啊 然后甚至于家里有孩子会发现 你在这个教学资源上 你上了什么夏丽营啊 这种资源挤兑就特别厉害 你报夏丽营要很早开始报 要抢先排队 要不然你可能就报不上了 稍微价位合理一点的 夏丽营走得非常快 是 我最近我也发现了 因为我们有很多客户 是就是送学生过来读书的嘛 特别是小学初中高中 像现在我们今年刚十月份 报明年一月份或者二月份入学的 这个塞麦的小学入学 告诉我们没有seat 是吗 而且不是在多伦多 是在温尼博 这也是很罕见的 然后现在很多多伦多的公立学校 也是没有位置的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信号吧 我觉得就是 毕竟我是做移民这一行的嘛 所以我觉得移民政策一定会改变 只是方向不一样 有一个新的政策 就是移民局会开放南美和加勒比的 例如说哥伦比亚 海地 还有北面瑞拉 这些人的一个移民通道 那么这些更多的可能是 refugee或者移民方向的一个移民通道 可能会是有一些类似的项目 那么我觉得它好像是开放 是一万五还是一万六千个民多 那么这个肯定也会增加当地的各种资源 集团吧 包含医疗啊 教育啊 甚至可能像地产住房 可能都会有这样的需求 你看在这个就是刚才说到 这个移民的这个人数 就咱们只是单看这个留学生签证 我还上网查了一下 截止2022年底 就是在加拿大单是拿留学生签证的人口 有80万人 比这个2021年多了将近20万人 所以这个人口的飞跃很吓人 而在这个人口中呢 从2018年以来 中国留学生签证数量 大幅下降了40% 但是印度留学生的 它这个数量是暴涨了一倍 其实呢 印度呢 暴涨了一倍 其实还有很多地方都在暴涨 我也是这次回来 跟很多学校领导 他们去沟通去 就有两个国家让我很surprise 第一个是尼泊尔 第二个竟然是外蒙古 就是在我看来 这可能是全球GDP 人均GDP排名 从Bottom数的这些国家 这次留学生的数量暴涨 我跟一个学校的 一个国际通关聊 他们学校好像是 这次来了4000个新学国际学生 2,040是印度人 然后有600是尼泊尔 另外的还有800是外蒙古 这个跟加拿大给签证 签协政策会有关系吗 理论上来讲 不应该 Immigration Act是不应该的 也应该是平等的 但是impractical 肯定会有一些政策清洗 我觉得是的 否则没有理由 对吧 就说你 你不管是从教育水平上 从这个人口基数上 按说你这个比例是有点失衡的 这是为什么我觉得 加拿大移民政策一定会进行调整 因为移民政策是为了服务当地经济的 对 那么经济现在已经结构 跟10年前 或者跟5年前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人口结构不一样 经济结构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移民政策 一定会进行调整 只是说调整的方向 调整的策略不一样